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赛鲁迪 赛鲁迪之前出了禁令 在一场比赛的时候 在一场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上面 其实赛鲁迪这个足球俱乐部 他发出了禁令 就是不让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当然 赛鲁迪也三望过 赛鲁迪的球迷就是无视赛鲁迪 这支球会的禁令 在欧冠的赛场上 全部都是巴勒斯坦国旗 整千上万巴勒斯坦国旗 令人感动 巴勒斯坦国旗 可以说是照亮了格拉斯哥东部的客人 因为赛鲁迪是在格拉斯哥东部的 小弟也去过 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球会 当然赛鲁迪的另外一个对手 就是格拉斯哥流浪 大家有看苏超都知道 其实以前 这场欧冠的小组赛上 几万名赛鲁迪的球迷 在主场 可以特人公圆球 其实 集体举起或者揮舞巴勒斯坦国旗 并且高唱这首 You never walk alone 就是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首歌 还有另一首歌就是Bella Chow 就是朋友再见 而是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声援 我们看到 全部的看台上 都是满满的巴勒斯坦国旗 场面很盛大 亦都是有良心的人发出的呼唤 其实 今个月初的时候 当然哈马斯 向以色列平民动手 是应该是谴责的 但是 你看一看 现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在做的事 如果你用一个标准来说 你也是应该谴责 当然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就没有这种勇气 全面的买了鞭 其实 今次组织展示巴勒斯坦国旗的 一个 球迷的组织 就叫做 他们就说这个球迷组织 是很极端 叫做极端球迷组织 叫做绿色旅 在组织之下 西路迷的球迷 当然 就是对阵另外一场 另外一支队伍 一起举起巴勒斯坦国旗 更加有人举起巴勒斯坦 说要解放巴勒斯坦 也有人说 抗争运动必成你 这些全部巴勒斯坦国旗 都是显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西路迷这支球会 他怕惹祸上身 所以 他就谴责这个行为 是与球迷切割的 但你不要忘记 一支球会的价值所在 就是球迷对你支持 现在看来 这支球会 起码在场的球迷 多数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斯路迷这支足球俱乐部 或者是球会 就发了一份 措辞相当强硬的声明 就谴责这个行为 并且与自己的球迷切割 如果你切割的话 我就想问你 球迷可不可以与你切割? 他们是买票的 当然你会说 你这样不可以骑劫的 我当你 大家各不相干 但是 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 有良知的人都知道在发生什么 当然 赛鲁迪这支球会就说 他们坚称 这些行为不受欢迎 这些政治讯息 和Banner 出现在可以特人公园 球场是不对的 不过 赛鲁迪的球迷 在对阵洪心队的比赛当中 继续是这样做的 其实他们球迷的执名就强调 球迷是有权在比赛当中 表达政治立场 而且这种立场应该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并且指责 现在球会自己说不关心政治 这些根本是虚伪 以及不诚实 当然 BBC也即刻访问了在场球迷 有球迷就说 罚款便罚款 便罚款 便付 最多罚我们钱 如果没有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这就不叫言论之后 有得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才叫言论之后 你知道西方其实很多时候 在英国 如果你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英国内政大臣柏菲文说的 如果你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有可能是犯法 要被人踏回猜馆 当然 俱乐部 对这个球迷组织 是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 包括禁止 在体育场内 懸挂国旗等等 其实 都是出于 压制 赛鲁迪球迷 政治表达的事情 尤其是此时此刻 赛鲁迪的球迷 其实 是很关心巴勒斯坦人的 当然 球迷 也继续说 会继续是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向全世界表明 赛鲁迪的球迷 是同被迫白的一方 站在一起 而不是作为一个施压者 当然 他将会在体育场外面 是分发大量的巴勒斯坦国旗 鼓励球迷加入声援运动 虽然 在场内分发国旗 是更加容易 但是 因为很容易 禁止你进去 当然 这个球迷组织也说 尊重所有不参与这次行为的球迷 这个是聪明的 如果他逼别人参加的话 那就令到你的道德高地步了 当然他也说 同样要求有意参加的球迷 都是要尊重别人的意愿 这个就是言论自由 其实 赛鲁迪的官网 也是特意在官方的网站上面 发了一封信给球迷 就说明了 这场比赛 双方球员和教练 都会是 配戴黑色的奏标 表达对所有人的尊重和支持 因为你知道 其实球会得罪球迷 是没有好结果的 你常常谴责球迷 不准巴勒斯坦国旗展示 其实反弹很大 就等于现在的西方一样 那些领导人 你完全站在意识那边 结果 示威活动就分蜂蜓蜒起 那 风云蜂起 最后就会愚蠢 愈来愈激愈多些人出来 而且有些人可能站在中间 看到你这样逼巴 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可能会站在巴勒斯坦那边 那当然 他们就说 那我们还会捐款给红十字会 支持 加沙地大的人道主义救援 希望你真的做得到 亦是说 对所有受影响的人尊重和支持 而且再次要求球迷不要在场馆内 展示任何和本轮尾巴冲突有关的 橫颜 旗帜和标志 那当然 那展示一支国旗 算不算是 叫做鼓励冲突呢 那我就不觉得是 那当然看回 可以特公园 其实看到一片巴勒斯坦的旗海 其实在球迷入场之前 已经有大量的人士 揮舞着巴勒斯坦国旗 而且唱着 You Never Work Along 以及二战期间 在整个欧洲战场 流传极港的意大利一首 战队的歌就是 朋友再见 Bella Chow 在看台的下半部 我们可以看到 绿色的旅统统统统统统 是穿着红色、绿色、黑色 和白色的斗篷 那当然 造成的颜色 就是巴勒斯坦国旗 所以 很多 赛路迪的球迷 其实 长期和巴勒斯坦的民众 有密切关系 他们经常在不同场合 展示巴勒斯坦国旗 以示声援 其实 苏格兰 在整个大英来说 算是 是比较左翼少少的地方 所以 对于反战的意识比较强 英格兰人的确确是右少少的 那当然 考虑到 赛路迪 过去已经两次 因为球迷在 欧盟 欧联当中 展示巴勒斯坦国旗被罚款 所以今次 这个俱乐部 有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处罚 那两次处罚 一次就是14年 就是赛路迪的球迷 在冰岛雷克 雅美克 就是和当地的球会作赛 有人就废没巴勒斯坦国境 那欧洲组联 就是对俱乐部罚款1.6万英镑 不过这样 有些球迷说 噢 罚钱管我们给 那当然他说不行 这个俱乐部说 明星受损 但是 这些很难说 如果你觉得明星受损 那些球迷可能不买仗 到时不判断你 你更糟 另外一次最具争议的 英国媒体就是 在16年 欧冠资格赛上 对阵来自以色列的球队 六女赛路迪的球迷组织 再次挂出巴勒斯坦国境 导致俱乐部被罚 6800英镑 那之后 那之后呢 他们就筹款了 很厉害 罚款是8600英镑 但是一筹筹了1300英镑 而且全部是用来支持巴勒斯坦的医疗事业 并且在白里行一个营地建立一个叫做赛鲁迪为名的足球学校 其实跟之前的情况不同 今次 赛路迪的一名 边峰是来自以色列的 他就叫做阿伯达 面对这个状况 其实呢 他也是感谢了 牛迷对俱乐部的支持 当然了 他也是很聪明的 以色列的边峰 他就说 他一觉醒来之后 面对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的时候 心情很难说 要感谢过去几天 在社交媒体上给他发来的支持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 他对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同情 祈祷你们的日子更加是安宁 爱你所有的人 这个是聪明的 他是没有说自己什么立场 对世耳者的一个哀悼 另外 上星期五 赛路迪的教头 即教练 罗渣士 很久没有听他的名字 就说 这位 以色列各局知道 这里所有人都支持他 当然了 也有人分歧 有些人就说 哪个先动手 但是很明显 这个不是我们足球能够解决的问题 政治问题 这个也对 罗渣士是聪明的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